今天是6月29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28分 我们来看下上午的盘面 指数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行情 三大指数几乎都是同步的 那接下来怎么走 震荡行情我们该怎么办 还有就是市场的焦点重心在哪里 如果你的当前盘面热点把握不住了 看不住了仔细听 听完后你心里就明白了 这里尤其是前期啊套住的朋友们 想回本的朋友们要听仔细了 抓住了主线抓住了重点 你才能够吃肉和烫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涉及到的一些热点板块 核心个股的解读 就是一个免费的技术分享物作为依据 大家看这是上阵的一个k线 从上阵k线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 这里是属于一个什么震荡的一个周期 那么我们可以确立这是一个反弹的低点 那反弹低点这个反弹的力度有多强 目前说确实是难以判断 但起码你也知道一点 就说他如果再往下刹 刹这个3144附近 那就是上车的位置 所以盘中有急跌急刹 就是大家可以博弈的位置 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就是这个位置你不能轻易的看空做空了 他如果出去跳水的话 反而是好事机会 既然他存在反弹的机会 那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获利或者说这个过程当中吃肉怎么办 现在看重点了 我们来看目前市场上表现比较好的是谁 中传系芯片 操作芯片 机器人对吧 这些方向 实际上这些方向 我在前期是重点讲过 包括昨天都给大家重点讲过 对吧 如果大家仔细听了 今天这个盘面是不是有机会吃到肉了 或者说吃到大肉了 除了芯片之外 你看今天后面表现比较差的是谁电力 煤炭 昨天电力表现是不是比较强 煤炭表现是不是这么强 大师我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持续性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持续性不太好 追高存在一定的风险 接下来该怎么去参与这些方向 我们就这些人气板块做一个解读 以及一些核心个股的一个解读 大家仔细听 听完后心里就有底了 中传系是我在近期一直强调 一直跟大家说重点讲过的 对吧 讲了很多回 这个方向的话 你看他走出了一个什么反攻的新高 冲了一个新高 前期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位置叫什么 要去突对不对 要去突过去新高 这个方向大家看 个股它是轮动的 前期核心是谁 中传科技 那中传科技今天涨幅不是很大 对吧 它整体都是 它仍然是属于一个震荡走高 所以我也强调过多次 我说这个票是吧 有机会去挑这个位置 只要你不要在这个拉高的过程中去追 风险都不大 你想在这里 这里这起tdc的话 现在是不是获利了 对不对 它属于一个轮换的过程中 包括前期跟大家讲过的谁 中传汉光大看一下是不是 真的汉光今天是不是也切了 这个票近期是不是走震荡 我记得前两天还跟大家说过的是 我说什么 我说这个位置 低一点附近怎么样 潜伏低息 它只打了下来 我们就什么 可以前伏和低息 拉高可以考虑出货 上面还是压力位 对不对 你想想 如果你把握好这个节奏 是不是也有机会获利 是不是也机会吃到肉 当然今天的核心变成了宽传 昨天的核心是中国动力 所以这个市场就是在轮动 你看昨天去追高中国动力的 今天估计是很郁闷的 对吧 目前为止应该是亏钱的 靠住的 整个盘面来说非常强 但是它走势是属于一个绿盘的 像这种票就是我前期给大家讲过的 讲什么 我说讲这里 它这里是偏离的均价线 存在获利盘巨大 所以这个位置我强调多次不要轻的去顶 你可以考虑在 五日均价线附近去做低息做潜伏 但是偏离的你不要轻的去追 对不对 你看今天是不是这个情况 当然这段票趋势认真是很强 从今天盘面看最强的是宽船 宽船的话它有两个优势 一个是什么优势 大家知道吗 盘子小对不对 这里看到没有 流通值才多少 才17亿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叠加机器人 那么机器人最近很强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机器人最近是市场的一个焦点 你看它今天就不拉起来了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如果你在这里潜伏进去 今天拉高是有机会获得大力的 整体来看 中传系仍然是值得大家 重点和留意的这个市场 这个方向 仍然是市场的一个焦点 好说中传系 今天还有谁 存储芯片 大家看涨幅也比较大 涨了多少 涨了三个两个落点 从技术方面来说这个方向 明显的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一个反弹的位置 这里我跟大家说 芯片板块我是强力过多次 强力过多次 告诉大家芯片板块一定要注视 一定要重视 从整个盘面来看 大家看芯片在这个位置 其实很多人说这个位置 也是一个相对的高位 确实是相对的高位 但我想告诉大家 芯片跟其他板块又有所不同 强调过很多次 我们的芯片是国家必须要解决的卡模式工程 后期肯定会有预期有利 但唯一不足的是什么 我们芯片为什么这里涨不上去了 我告诉大家 是因为我们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也就是我们的原始股东不作为 什么意思 只要一涨一涨高 他马上就大量减持 清仓式的减持 对不对 昨天不是跟大家讲过什么 农兴高农兴中科对吧 大股东就毫无理由的减持 所以导致我们芯片走不出来 这里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还有你看芯片在今天 它是有多字票出现涨停的 但如果你看这些涨停的票 或者说这些大涨票 你会发现什么问题 这些票几乎都是什么低位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这资金也怕 高位的不敢拉 我就拉低位的来个补涨 对吧 高低切 这是给大家说明了一个什么方向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 后期一定要注意这个市场的一个节奏 就是说 整个盘面来看 后期它的走势 仍然是以什么高低切为主 芯片这个方向也是需要注意的 好除了这个方向之外 那市场的金 还有一个焦点就是这里的 机器人 机器人最近很强 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重点讲过 昨天还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是吧 讲得很清楚 近期机器人是市场的焦点 市场的主线 市场的核心 大家看看哪种事 这里目前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反弹的一个高位伏技 那么这里会不会突破 我觉得有这个很可能性 甚至很大量能 大家看没有这个量能放得很大 所以它突破我觉得很正常 突破后它有机会进入一个加速 从目前的盘面看 机器人已经成为市场的一个绝对的核心 这个目前有多只涨了20厘米 那么这些涨了20厘米的大家要注意 它短线是机会 但是中长期的话不一定 所以像这种票 像利丰这种前期出来大涨了 近期今天又出现涨停的 那么这种票能追吗 我觉得大家去追高还是优乐点 因为这个位置是存的大压力的 整体来看 机器人方向出现几个20厘米 这个核心是优得金币 这个是昨天重点讲过的 这个票的话 毫无疑问他走出了一个加速 后成为了新一轮的领头羊 新一轮的大哥对不对 像这种票的话 短线选手应该就要关注了 找盘中的分歧点去博弈 整个来看 机器人这个方向市场的 这个关注度目前是越来越高 大家可以去重点留下跟踪 可能很多朋友说 二亚先生这个机器人方向是吧 设计票比较多 设计票比较多 我不知道怎么办 前排涨高的我又不敢去 那很好办 刚才我不是跟大家看了吗 有很多前期大涨的调整 比较充分的到低位的 可以去做一个什么前伏低息 你看这些票是吧 前期是不是涨幅比较好的 现在在低点的突然下去起来了 对不对 你看这些好多票都跟 这种趋势有关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高低期 也就是说 前排了核心龙头 你不敢追 涨的太高了 你怕 那么你就盯紧了那些低位的 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 还没怎么还没怎么涨的 涨幅不大的 你去做个潜伏 补个补涨是可以的 但是大家记住 中位的就是我常说的中位的 什么意思就是 中间位置 你说他涨的好吧 上面有大哥 你说他涨的不好 下面有小弟就这种票 大家要小心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不要轻易的去顶 顶错了追错了 那你就高位截反 高位战斗了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除了这些之外 市场上还有一个焦点是谁 汽车对吧 大家看新能源车 是不是 新能源车 今天再次出现了上涨 还记得吧 我在这一天也是 这段时间也是重点讲 我说这汽车要怎么样 也要注意 汽车什么也要重视 是不是跟大家说过这个事 告诉大家汽车是吧 要特别留意 你想想这段时间汽车是不是起来了 汽车为什么会涨这么多 为什么会获得直接关注 告诉大家是有一个什么利好 新一轮的汽车下乡 感觉又又来了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看点 只要只要有预期在 它还是会上涨 那目前汽车板块 它为什么那么强势 是因为它有赚钱效应 市场的核心龙头 在这个片上面 它打造出了赚钱效应 有腰股的走势 对不对 你看记得吧 这里我昨天还跟大家说过 我说昨天其实在这个位置 是最佳的上车点 分起点的一个博弈 或者说在昨天这里是最佳上车点 对吧 两个位置就是低点 或者说昨天这个点 这里是什么呢 分起点的博弈 博对了大长腿 这里是什么呢 弱转强突破 对不对 你想想是不是弱转强突破 这两个位置你去参与的话 你这里就不是讨赢的阶段吗 所以在这个操作过程中 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现在已经加速了 没有票的就不要轻的去追高了 可以去什么 博 博什么呢 博一些低位的补涨是可以的 这大家注意的 前期的一些人期票 一些核心票做一个低位补涨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好 这是今天整个盘面 就是说热点的一个情况 综合来看 市场不是特别的什么 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题材表现还不错 所以大家抓住的这些主线 还是有机会吃肉回本的 但我也提醒大家 整个市场仍然是以抽跌反弹为主 我们来看一下个股就是大 你看一下今天这些涨停的票 这些大涨的票 你看看前排的这些票 有几个是连续走长连续走他走强的 连续涨停的很少 可能我一说朋友说 你刚才说中马不是连续涨停吗 对不对 现在要走一层 这种也不是连续走长停吗 还有是吧 刚才说的创业版的票是吧 奥斯加的优德 这个不是连续涨停吗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全市场5000多只票 好 那么连续涨停的票有几支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连续涨停的票 你1%都没有 都没有 不是说你连续涨停 就是现在为止 涨幅在10个点以上的 你看达到这个10分之一都没有 对不对 5000支票 只要40多支票涨幅在10个点以上 你说这个市场是不是很难做 这个比例是不是很难的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要注意不要看到他反弹了 觉得行情流来了 我去追高 其实追高是存在巨大风险的 你只要什么 只有做对了像中马这种核心票 这种腰股 你才有机会迟到大陆 如果你去跟风追高的话 很容易高位接盘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和小心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后排 后排的话 其实今天跌的最多的是浪潮 颠覆不大 也就跌了七八个点对不对 整体来说这个市场还是比较什么 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市场 属于一个高低迁 高位的出境是吧 连续的刹跌跳水 那么低低位的出境反弹 大家看一下 刚才讲的那些板块 那些大肠的 是不是很多都是低位 请弄的低位一弄的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